感谢神再次给我们夫妇有这样的机会 来服侍弟兄姊妹 这一堂信息的题目 这个专题 公众崇拜的福音模式 公众崇拜的福音模式 我们开始前做个简单的祷告 天父 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 愿这堂的信息 蒙你的悦纳 让弟兄姊妹能够对公众崇拜 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为什么要有公众的崇拜 每个人在家里敬拜 不也是一样的吗 那么在公众崇拜里面 应该做些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什么样的公众敬拜 才是合神心意的 这个公众敬拜的背后 有没有什么神学的 这些重要的基础跟教导 这些都是在这一堂专题里面 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 首先我们要有地方的公众崇拜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阿们 福音从来都不是个人主义的福音 福音是关乎万国万民 成为主耶稣基督国度里的百姓 因此参加地方的集体崇拜 表明了我们是在这个神的国里 跟其他的百姓是一体的 在诗篇第一百篇这样说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这个当表示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出现的你们很明显的是负数 说乐意侍奉那就是敬拜的意思 我们说过圣经里面总是把侍奉神 和敬拜神相提并论 然后这里说普天下万有 都当来向耶和华欢呼 神是以他所救赎的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 或者说翻译座 神居住在他子民公众崇拜的 一个赞美声当中 那关于在公众的崇拜里面 应当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怎么样的公众崇拜是合神心意的 公众崇拜有没有什么神学的根基 这些都是我们要谈论的 我们接下来就要透过一个祈祷文 叫做赞美颂来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 第四世纪出现的这个赞美颂 拉丁文叫 神我赞美你 有人认为它代表着公众敬拜神学的 这一个经典 在神学方面来到的一个经典的地位 因为它的内容表示了 对敬拜非常正确的理解 它是从圣经 以及早期信徒 他们对上帝实际的敬拜里面 截取出来 发展出来的一个敬拜的神学思想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赞美颂里面 Tidim 它的主题 都是完全围绕着上帝 他无比的卓越 包括上帝在创造时展现的荣耀 以及他透过救赎的历史 所带出的作为 赞美颂这样祷告说 你的荣耀充满天地 众使徒歌颂你的光荣 众先知宣扬你的德能 众训道者为你作证 普世教会向你歌唱 我们看见在这个很明显的 公众敬拜的参与者 包括谁呢 有众使徒 有众先知 有众训道者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 那个内容就是歌颂神 宣扬和见证 用这些来作为 对这一位卓越无比 充满荣耀的上帝 发出赞美和尊崇 其次赞美颂把三一真神 在历史中的奇妙救赎作为 带出来 包括道成肉身 征服死亡 为信徒重启天国之门 现今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将来还要再来审判 那我们看见这些描述救赎 以及将来永恒的盼望 是以基督他审判的权柄的内容 这些都包括在信徒 在公众崇拜的时候 不断颂扬的原因和内容 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永远配得我们的敬拜 礼当配得我们 不但是公众敬拜 把我们自己献上为活祭 在生活当中来荣耀神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如此侍奉 我们如此敬拜 那是理所当然的 很让我们担心的是 不少今天教会的公众崇拜 已经厌烦了 去宣扬上帝 在过去和现今的救赎作为 也不再热切的期盼 主的再来 以及他公义的审判 这倒是蛮令人忧心的 还有的公众敬拜 掐头去尾 一方面 很少去唱过去 这些神学很精准的圣师 觉得他们不是新歌 他们古老 很难学 同时呢 也很少去守主餐 来纪念过去 神子耶稣基督 为了替死赎罪的 这个伟大的作为 所以把这个头给查掉了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观察到这个现象 从讲台到弟兄姐妹 很少谈论神的再来 那在传福音 待人信主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提 不提上帝的公义的 不提上帝要审判 说上帝审判的君王 这一部分全部就掐掉了 这个就把尾也去掉了 掐头去尾 那么结果剩下什么呢 剩下就是关注眼下 聚焦在现今 我信神 神能给我做什么 神能带给我什么福分 带给我什么恩典 这些人看重 是神对他个人的参扶 围绕 同行 同伴 过于看重 加入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 必要做成的 伟大的国度的使命 即获这些人 有对神所发出的赞美和歌颂 但是只不过是因为 赞美歌颂神带给他的祝福 能够带给他好心情 而不是歌颂神本身 伟大的属性 和他伟大救赎的恩典 那这些呢 掐头去尾 这些都是离开真正 公众敬拜理由的一个堕落 这样子的敬拜 不管看起来多么的成功 我所谓的成功 外表看起来 人数多么的多 甚至上万人 挥舞着手 唱歌很嗨 但是呢 其实都无法震撼阴间的门 和击溃撒旦的军队 如果我们的敬拜是这样 掐头去尾 关注自我和眼下 值得我们来反思 悔改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敬拜 不单因为神伟大崇高 配得赞美和敬拜 同时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 他救赎了我们 他爱我们 赞美颂呢 他突出了我们跟神之间那特殊的 美好的奇妙的关系 嗯 祷告词讲到整个被造 被上帝救赎的子民在那里 颂扬赞美 创造我们 救赎我们的世界的主宰 是 正如跨越过红海 回头一看 哇 那些追杀他们的埃及的军兵 就死在红海当中 他们从海里面出来得救了 忍不住那种欢喜 雀跃得救的 向神歌唱 甚至跳舞的那种的心情 跟那种的景况 他们忍不住的 要敬拜 赞美使他们得救的上帝 诚如Robert Shepard所说的 敬拜是一个关系的表达 父神显明他自己 以及他在圣子基督里的爱 经由圣灵向人施行恩典 而人以对神的信靠 感恩和顺服来回应神 是神配得的 很不幸的 由于缺乏了正确 整全的这个敬拜的一个神学 虽然教会有很多不少的活动 但是教会的崇拜呢 却缺乏敬拜的内涵 比如说 有的教会呢 是把公众敬拜的这段时间 当作是信徒啊 跟主内的肢体 好久不见 一个礼拜不见了 彼此来往 唱唱歌 欢聚啊 或者解压 宣泄压力的这段时间 而有些教会呢 把公众敬拜的这段时间 当作是一个吸引人来教会的工具 好像你刚才提到的 搞得像个世俗的演唱会一样 悄悄打打 热热闹闹的 灯光闪耀啊 参与者很嗨 自我在那里陶醉 也有的教会呢 把公众敬拜当作 纯粹是教导信徒教义的时间 当然用真理来塑造信徒 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个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是敬拜中的一部分 如果敬拜里面 没有对神和他救赎 表达热切的爱和尊崇 那就很容易流于僵化 行事化 容易让信徒有很多头脑上的知识 但内心缺乏对神丰富的爱和表达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虽然公众的崇拜啊 要庄重 严肃 讲究次序 但是同时不要走到一个极端 不允许信徒在公众崇拜里面 对神有一个感情的表达 我们确实去过一些 真理非常传讲纯正 唱的诗歌 神学也非常精准的 这些聚会 但是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啊 很少有感情的流露 很呆板 缺乏热情 合乎圣经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都被视为是不尽钱的 就被扼杀掉了 连唱诗举个手都不行 所以整个敬拜就很容易流于 非常的行事化 也有的教会是把公众敬拜当作是 让人病得医治 赶鬼 这些展现圣灵全能的聚集 但是他们忽略的 其实圣灵的主要工作 是要高举基督 见证基督 是 何况人真正的需要的医治 就是医治那个悖逆的病 能够透过基督与神和好 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看 耶稣那个时候有十个人大麻疯都被身体都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 只不过耶稣只对其中一个回来向神献上感恩的人说 你的信指的就是说 你信我是弥赛亚 你信我是你的救主 那这个信救了你 赞美颂 这个导文呢 还清楚地表达出天上宝座前的敬拜 是在永恒里面不断一直在进行的 不错 赞美颂这样说 主我们颂养你 永生之父万物敬拜你 所有天使和天上的大能者 天使不停地欢呼 圣哉圣哉圣哉 天地万君的主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候 实际上是加入天上不停地一直在进行的 历代天使圣徒殉道者不停地敬拜 那有人会说 这可能吗 我们在地上怎么可能加入天上的敬拜呢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当初呢 撒玛利亚妇人曾经问过耶稣 她说该在什么地方敬拜神 那么耶稣就回答她说了 时候将到 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什么 心灵和诚实来拜她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她 耶稣基督 像撒玛利亚人所说的 其实也是一个宣告 因为时候将到 什么时候将到 就是他来了 因为他来了 凡在他里面的人 透过他的灵 透过基督的灵 我们能加入 在天上永恒不断一直在进行的敬拜 就像现在这个时候 全球各地的弟兄姊妹 你虽然跟我们分散在不同的角落 却能以神的灵 加入我们此时的聚集 那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然最要紧不过的 敬拜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 Dear Carson 就是我们这次的讲员之一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类似这样的话 他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最首要的是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来敬拜 当大祭司和祭物的实体来到的时候 就不再需要隐儿了 基督徒的敬拜是新约的 不是旧约的敬拜 是由福音所启发的敬拜 Gospel-inspired worship 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敬拜 那么至于什么是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敬拜 什么是Gospel-inspired worship 待会我们就一一的向大家来介绍 但是我们先来解释 圣灵怎么样工作 怎么样带领人透过耶稣来敬拜 首先你看 信徒是先被圣灵重生 被圣灵重生以后呢 我们这个抵挡神的实心 就变成了顺服神的肉心 所以第二个就是 圣灵将实心换肉心 我们认罪悔改了 我们宝血除罪了 实心才换了肉心 然后呢 基督的灵就可以内住在信徒的心里面 圣灵亲自的加上印记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和天国的子民 有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关系之后 那么我们就在灵里可以敬拜神 在灵里可以与神来往 而且向他献上神所配得的荣耀和称赞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就是必须通过耶稣的灵 也就是圣灵来敬拜 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圣灵重生的人 然后呢 这就是在真理里面的敬拜 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真理啊 必须透过基督的灵来敬拜 才能够在真理里面敬拜神 必须透过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公众敬拜一开始的时候 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 然后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怎么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祷告 这些都是表明说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透过基督的灵 加入的天上 持续不断的敬拜 不错 早期最早期的教会 他们的公众敬拜的一切的礼仪 不论做什么 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他们是在基督的灵里面 加入天上的敬拜 特别在守主餐的时候 他们加入了天上宝座 齐唱最早期的三一颂 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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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基督里去 默想缅怀上帝借着 被杀的羔羊的伟大救赎恩典 同时在基督的灵里面 他们热切的期盼 基督的再来除灭仇敌 完全得胜 带领属他的百姓 进入永恒荣耀的国度 所以从这三个特点看来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看重借着基督的灵 在真理里敬拜 这样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 最后在赞美颂的祈祷文里面 他向神发出耶稣再来之前 那么我们今日该如何生活的恳求 请注意他们这个赞美颂最后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他们说 这个内容包括 求主联名施恩降福 求主保守我们坚守圣洁 不犯罪 完全地治理我们 使得我们将来可以参加众圣的行列 可以分享上帝永恒的光荣 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心里蛮震撼的 因为祷告中提到的 施恩降福 不是指在地上的 而是指最终 你有能够加入天上众圣的行列 你能够分享上帝永恒的光荣 这才是真正的福 真正的恩 那唯有透过在地上追求圣洁 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不犯罪 持守圣洁 而且在生活中完全地被神治理 表示他完全地顺服神的心意而活 活得像一个天国的子民 那这样的人才配参加众圣的行列 才能够分享上帝永恒的光荣 同时赞美颂这个导文 也表明了神学里面的 已然和未然的神学思想 是的 我们现在是在灵里加入天上的敬拜 加入 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一刹时我们都要改变 我们要进入永恒荣耀的敬拜了 阿们 现在是加入将来就进入 太美了 进入江南美地 那讲到这里似乎我预见 预先的看见 将来会有很多在教会里面 进出很多年 但是听信的是什么呢 是假教师传给他们的假福音 假恩典 活着的时候 他们完全不追求成圣 虽然每个礼拜到教会就聚会 也不以上帝为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最高的主宰 礼拜一到礼拜六自己做主 礼拜天到教会 好像是让神做主 他们参加公众的敬拜 无数次 但是结果 会在黑暗里 哀哭切齿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头到尾 都是在教会里 但是不在耶稣基督里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一定要紧记住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公众敬拜 是为了进入将来永恒的敬拜 是在做预备 在做彩排 所以我们要在公众敬拜里 以福音来塑造人 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好让他们将来能在众圣徒的行列当中 也就是说你今生的生活 就已经被福音所塑造塑造塑造 你就是活得像个天国的子民 这样你将来才配得进入天国 求神怜悯我们 刚才我们举了很多的实例 验证了我们其实对敬拜有很多的无知 包括我自己 改变 求主改变 更新我们对公众敬拜的观念 让我们此后敬拜不突然 此后我们的敬拜不会让神 哎呀眼面不看 哎呀不愿意听 或者被神厌恶 让神借着我们的敬拜 得着他当得的配得的称颂和荣耀 但愿我们在地上每一次的公众的敬拜 都是朝着 神啊我赞美你 这样的一个祷告 在那里前进 但愿神在属他的百姓 属他的子民当中 得着他配得的赞美和荣耀 好我们刚刚介绍了赞美颂 他里面很多的敬拜赞美的神学思想 不错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 在公众的崇拜里面 我们如何在这个里面 与神亲近与他相交团契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来介绍一些 结构次序 float 这个敬拜的float 圣经里面记载了几次神跟人相交的一个经历 那么加上教会的敬拜的历史里面 那人们呢就整理出来一个公众敬拜的结构跟次序 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介绍的三种敬拜的模式 就是model 第一个是所谓的以赛亚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是不完整的模式 第二个我们会简单的谈到所谓的会幕模式 这个模式啊 其实它是错误的解经跟应用而来的模式 第三个我们会介绍的是合乎圣经的 以福音为结构的模式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专题的这个主题了 我们先介绍以赛亚模式 以赛亚模式根据以赛亚书第六章 上帝与以赛亚相交的经历而归纳出来的一个模式 以赛亚在地上的君王崩祖的那一年 在灵里面他看见天上的君王 地上的君王死了 天上的君王高高地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那么他听见看见了神的荣耀 听见了神的护照 他也回应了神的护照 所以在以赛亚模式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构 第一个看见神的荣耀 人就感到自残行碎 第二个神主动的赦罪 人就得到赦罪和解禁 神的主动的呼召 那人就主动的积极来回应 要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 犹大国当时整个属灵和道德 从上到下的败坏 以至于将临到他们的毁坏 并非偶然 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人 去传让百姓悔改的信息 虽然最后是没有太多果效的一个任务 但是以赛亚他愿意蒙照 后来他整个生命至死忠心的 就是去完成对神的回应和敬拜 个人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跟他这一次跟上帝的相交 有经历 很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以赛亚他往上看 看到了上帝的荣耀 是的 往里看 他看到了自己和百姓的罪虐 那么出于爱 爱神爱人 他愿意被神差遣承接 去宣传悔改信息的这个使命 以致让他的百姓能够免于上帝 所发出来的公义的审判 是的 今天其他的国家我们不知道 但是今天美国从上到下 从司法到行政 从属灵到道德的败坏 求主怜悯 兴起更多为美国悔改更新复兴祷告的人 也为灾难来临的时候 仍然能够忠心的来忠心到底来祷告 以赛亚的这个敬拜的模式呢 他突出了神是主动的在历史当中作为的神 他不是被动的让人摇来摇去 摇醒了才起来做事的 其次呢 这个模式呢 也突出了人在敬拜之前要先认罪除罪 需要先领受神赦罪的恩惠 才能够与神来往 因此我们见证大家 早期的公众敬拜里面呢 都会先有一个认罪的祷告环节 然后呢 就才有宣告罪得赦免的经文 或者祷告词 那这个是符合圣经的 我自己成长的家乡的教会 没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 认罪的这个观念和传统 这几年才刚刚开始 在敬拜里面有认罪 求赦罪 那对我个人敬前的塑造呢 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呢 这个模式呢 这个结构呢 突出了神 人与神相交以后 人因着爱承接 使命 奉差遣回去 以生命来服侍人 不是说敬拜结束以后 回家就过自己的生活 而是对这位荣耀无比的 历史的主宰 甘心乐意的 有荣耀的顺服回应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那么刚开始 为什么说这个模式 少了一点东西呢 因为这个模式里面少了 神怎么样具体的 透过基督的救赎 当然也就少了 所谓的纪念主 替罪受死的 这个主餐的部分 但是他不是故意的 因为以赛亚的时间 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前 八百年 说的预言 他只能遥望 八百年后 耶稣基督会来 他会成为受难的羔羊 他会因为担当众人的罪孽 被厌弃被剪除 然后最终 基督将见到他 劳苦的功效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介绍的 另外一个模式 第二个模式 就是会幕的模式 有人就仿造旧约 这个会幕是有分 外院 内院 甚至到至圣所 最后是到至圣所 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 就发展出来 一个所谓的 会幕敬拜的结构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解经 跟应用而来的一个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经里记载 会幕 以及随后的整个圣殿 都是神彰显 他与百姓同在的 这个标志 就是说神是透过这一些 来与他的百姓同在 而当耶稣基督 以马内里的来到 已经成全和代替的 与摩西之约相关的 整体的祭祀的体系 包括会幕跟圣殿 这个错误的会幕敬拜模式 有几方面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 错误的很明显 他就说 我们人的身体就是外院 那我们的魂是圣所 那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 住在我们的灵里面 那就是至圣所 所以每次我们朝见神的时候 先从外院你的身体 先要敬拜 要赞美 要举手 进入他的院 然后要进入魂的层面 然后最后在灵里面 与神相交 其实耶稣已经宣告了 敬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透过他的舍身流血 坦然无惧的 直接在灵里面就敬拜他 而且事实上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一个整体 不能这样分的 不能切开的 是一个整体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不正确的解经跟应用 那另外这一关于这个会幕的敬拜 还有一个错误呢 他是把音乐上的安排次序作为是整个敬拜的核心的结构 他们说先唱对三一上帝的歌颂跟赞美 这个好像是节奏选择一些轻快的啦 愉悦的啦 好像是在外院的一个敬拜 然后慢慢唱呢 你就要选一些诗歌 是一个进入内院的唱的诗歌 歌颂耶稣基督的作为 这个时候节奏可以稍微缓慢一点 然后最后你就进入至圣所的这个敬拜啦 你要选一些歌词非常简单的 速度非常慢的 你必须重复不断的唱的 那内容呢 要表明神跟个人之间一个很亲密的这种 营造一种跟神相遇的 非常personal 非常个人化的敬拜的经验 老实地讲 这种模式呢 只是在选择安排唱诗歌的时候 一个渐进式的 一个流动 一个flow的 一个安排的顺序 不能把它当作是整个敬拜的模式 因为音乐唱诗歌只是敬拜的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但是因为不少人误以为 敬拜就是只是来唱唱诗歌 一讲敬拜就是唱歌 所以在这样的错误的认知下 在公众崇拜的时候 他们唱诗歌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一唱唱唱四十分钟五十分钟 然后呢 讲到的时间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讲完了 这个都是来自于错误的 对崇拜的认知而来的 而且他们没有主餐 很少有读经 很少有代求的祷告 也没有所谓的承接使命 顶多是在歌与歌之间 串歌的时候 有几句祷告的词 所以我说 他们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 公众敬拜的模式 好 我们介绍了前面两个 第一个以赛亚是不完全的模式 第二个会幕的模式 是错误的敬拜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个 合乎圣经的 以基督为中心的 由福音所推动启发的 God's full inspired worship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四则的福音公众敬拜结构 Fall-Fords worship model 那这个福音以福音为中心呢 就是以神在历史当中 对人的救赎为中心的 那所谓的四则的 这一个福音公众敬拜结构 四则就好像打开一张卡 一打开 这里面有四则 则开来四刀 或者像一栋房子里面 有四间按照顺序 看见四间非常重要的房间 是一样的意思 叫四则 所以这就是说 这个在公众崇拜里 包括这四个很重要的结构 一个是招聚 一个是话语 一个是煮餐 一个是猜浅 那这个模式呢 主要是来自历史历代的圣徒们 他们从圣经里找到几次神跟人相交的经历 加上初期的教会 他们打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慢慢摸索的 他们没有模式可以依循的 慢慢摸索摸索 发展发展 那么到了第一世纪末的时候 慢慢就已经开始成熟的 这样一个公众敬拜的一个经验 整理出来的 是要凸显福音的 这个公众敬拜的结构 当然在这个四则的这个结构里面 我想我们介绍完以后 各位可以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按照你们的需要 可以再加上其他合乎你们教会的元素进来 就是在每一个结构的下 招聚的下面 你可以加上可能有读经 可能有祷告 在话语的里面 有读经的回应 有讲道 所以你自己再加上 适合你们教会的重要的 但是这四个是最基本的 最根本 最核心的结构 是的 头一个福音公众敬拜的结构 叫招聚 Gathering 公众敬拜要告诉我们人 我们之所以聚在这里 我们公众聚在这里 是基于上帝主动的招聚 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 不是人来招上帝 也不是人邀请上帝来我们中间设立宝座 接受我们的敬拜 不是的 神是敬拜的主人 祂是敬拜的中心 是祂主动招聚属祂的子民 来加入天上 围绕着祂宝座的一个敬拜 服侍祂 分享祂的荣耀 所以是神主动的招聚 是 这让我想起爱丁堡的 Mary Ann R. René 她曾经写过一首描述 上帝主动呼召摩西的这个短诗 其中有这么两段话 她说 上帝呼召我们来这里 在微风和燃烧的火焰中 然后接下还有一段话说 上帝奇妙地在我们的软弱中 在我们有限的人性中 与我们相遇 让我们来敬拜主 那这两段描述神主动临到摩西 彰显了神和人奇妙的同在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 燃烧的荆棘这个意象 摩西所看到的这个意象 对 摩西看见了这个燃烧的荆棘 在火焰中没有被烧毁 这个意象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我个人在想 跟摩西是一样的 我们的人生不也充满了 荆棘和挑战吗 当然最后还面对 逃不了的死亡的咒诅 然而这一天 上帝主动临到摩西 呼召摩西 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是谁 然后跟他对话 最后邀请拆派他 其实这个时候啊 摩西早就已经 雄心壮志的消磨殆尽了 神居然邀请他 加入他的行列 代表神去拯救百姓 所以摩西这一个 受了咒诅的生命 必死的生命啊 居然开始有了新的生机 摩西与神相会 正像是一个 我们这个受咒诅的生命 像受咒诅的荆棘 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一样 这是一个奇妙的同在 今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我们这个受咒诅 天天迈向死亡的生命 能够有突破 能够与永恒的生命相连结 能够进入永恒 加入上帝神 正在在历史当中 所要做的救赎工作 这实在是值得 我们的感恩跟赞美 是的 也就是为什么 每次我们服侍以前 我们都要说 感谢神给我们服侍 他的机会 这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那么这个荆棘跟火 并存的意象 也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 属灵的含义 就像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因为这是一个 不可能的同在 正像前面短诗里面 你也提到的 上帝奇妙地 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在我们有限的人性当中 与我们相遇 这怎么可能呢 无限的上帝 奇妙地与渺小 有限的人来往 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和测度 这就让我们看见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这一位上帝 造人的上帝 何等乐意 救赎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出来 何等乐意与他所救赎的人 同住同在 其实整本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讲到 神乐意与他所造的人 同住来往 是贯穿整本圣经的 从伊甸园里面 神就与亚当夏娃 彼此来往 但是当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上帝就开始借着会幕 来与他所拣选的 以色列人来往 等到他们进入 迦南美帝之后 后来又借着圣殿 借着圣殿与人来往 当然高潮就是 到了新约神的 透过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神与人同在 以马内力 神与人同在 然后基督升天以后 那些向他有回应的人 食心患肉心 基督的灵内住 在这些人心里以后 这些信徒的心 你的心 我的心 成为主的点 借着基督的灵 内住的灵 我们与神来往 等候基督预备好 永远与他同住的 荣耀的圣城 好的无比 所以我在常常想 我们凭什么得到 神这样的倦爱 实在难以想象 感恩不尽 赞美不完 所以历史历代来 有许许多多的赞美师 歌颂神 这样让我们人测不透的大爱 所以从我们刚所看的这些 就知道说 神是主动来招聚我们的 所以很感谢神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 敬拜神的人 都因为这位良善的神 主动的来 招聚我们 因此每一次在地上 我们的公众的敬拜里面 我们被神招聚 来与神相遇 来往团契 加入天上的敬拜 所以为什么这个福音模式 一开始就是招聚 这个是福音模式里面 一开始的招聚 然后我们被招聚来以后 神临在了 神同在以后 我们人马上会有 各类的敬拜的一个回应 包括可能有宣照 可能有读经 可能有祷告 可能有唱诗歌赞美 可能有读信经等等 这些都是对被神招聚来以后 我们有的一个开始的回应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结构 就是招聚 Gathering 所以我们刚刚谈的 就是第一个结构 Gathering 招聚 第二个我们来谈一谈 神的话语 Word 被招聚的子民 上帝要借他的仆人 启示他整个心意 救赎的作为 所以我们在来 究竟来聆听神话语的时候 是让我们清楚的信徒 要看见上帝 整个对万有的一个作为 那清楚的认识 同时借着听神的话 来修正一些 我们从世俗沾染到的一些 偏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好像那个alignment 教证我们 让我们重新的 以上帝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来重新的被魔造 过去我们被世界所魔造 所以保罗说 不要下法这个世界 你不要再被世界魔造了 来用神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心意 来塑造我们 所以神的话 引导我们 现在开始 怎么样在地上 能够活得像天国的子民 那这也让我们反省 每一次我们参加 公众的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自己 都有预备好一个心 就是要来听神的话 而且这个听 就是准备要顺服 去遵行的来听 你讲的这个话很重要 听不是听 是准备要去遵行的心态 不是随意的听 因为确实在过去教会里面 有一个非常属灵的 敬前的操练 现在已经慢慢的 被教会遗忘了 这个拉丁文叫做 Latino Divina Latino Divina的意思 就是一种读圣经的心态 他是经过几个世纪的 虔诚的信徒 他们读圣经 遵行圣经 活出 行出圣经 所发展出来的理念 他勉励人 Latino Divina 勉励人愿意被神 美丽的话语吸引 而且呢 乐意将 意志降服在神话语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用这个心态去读圣经 愿意让神的话塑造在我们的生活里 让上帝的启示渗透到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 就好像我们很欢迎吃饭 我们喜欢吃好的健康的东西 欢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身体 散布在我们的血液和肌肉里面 转化成我们可以生活的力量 同样的道理 我们欢迎神的话 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成为我们行道的力量 不单是转化为知识 是转化为生命的一个实践 这个意味着说 欢迎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灵魂 转化成圣洁爱智慧和行道的力量 不单是转化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 最重要的是转化为生命的实际 实质能够在生活里面去实践 当然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玛利亚 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说 你还没有出嫁 你要怀孕生子 玛利亚回答说 我没有出嫁 只能有这事呢 那天使就告诉他说 你怀的孕是从神来的 至高者会阴蔽你 那当然这里面超乎玛利亚的逻辑和想象 但是玛利亚有一个敬虔的回应 就是latino divina 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latino divina 我们读神的话就说 主啊 情愿照你上面讲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这样去行 我愿意遵照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 这个了不起 那我想在大部分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敬拜里面 是非常看重神的话的 的确 所以公众敬拜里面确实是要按时分量 按正义分解神的道 让信徒明白上帝的信义 以致愿意去遵行在生活当中去行道 当我们去行道的时候 遵守神的天父的旨意 神说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 好 第三个福音公众敬拜的结构是table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守主餐 主餐是让我们重温 在灵里面重温神子耶稣基督 舍身流血救赎我们的历史 福音 什么是福音 福音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 有罪必罚 这是福音的起点 只是有罪必罚 但是人想不到的是 神自己来替人受罚 神自己来替人受过 神自己来替人受死 所以罪人向我敬蒙厚爱 好像诗歌所写的 奇异的爱怎能如此 我主我神 敬畏我死 所以我们深深的在守主餐的时候 就被神的爱深深的打动 借着守主餐呢 我们再次的重温 耶稣基督那舍命的大爱 所以在公众的崇拜里面呢 通常会有一个桌子 就是主的桌子 围绕我们这个信徒呢 就围绕在主的桌子 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敬拜赞美他救赎的作为 很可惜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呢 这个主的桌子 都是没有在这个教会的摆设里面了 那守主餐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做什么呢 第一个借着主餐 我们来向主的爱来回应 当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个饼被剥开 预表他流血的杯子 被举起来的时候 这位看不见的神 透过看得见的表记 向我们彰显表明了 他是多么的爱我们 所以我们再次被主的爱充满 被主的爱浇灌 其实在早期的基督徒的聚集里面 他们的公众崇拜 他们在歌唱的时候 内心充满了对主耶稣基督的爱 和尊崇的涌流 公众敬拜是充满了生气的 不是例行公事 也不是死气沉沉的 在每一次敬拜聚集的时候 他们很兴奋地讲论着 耶稣怎样应验的旧约 米赛亚要来的所有的救赎的预言 历史告诉我们 他讲论耶稣基督怎么样应验这些预言 像使徒做见证的时候 往往欲罢不能 他们去问时间很长 然后他们彼此交接 拨饼祈祷 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 因为不久前他们还记得 耶稣为他们挂在那个墓头上流血 然后聚完会他们就出去 热切地回去 告诉他的家人朋友 邻舍甚至是陌生人 传耶稣基督怎么样为罪人 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怎么样从死里复活 升天其中很多人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 而且看见耶稣 天使出现 应许耶稣还要再来 哇他们很热切地投入 劝人要赶快悔改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第二点呢 我们借着守主餐来向神献上感谢 第三点就是纪念他的流血牺牲 当我在学校读敬拜学的时候 我有几次流泪 都是在守主餐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当主领的弟兄姊妹把饼跟杯递给我的时候 对我说 这是主的身体 为你舍的 这是主的血 为你流的时候 我心里都非常受感动 谢谢主为我的罪 舍身流血 第四点 我们借着主餐喂养我们的灵魂 我们想到主 你这样子爱我们 神的话 神的爱 喂养我们的灵魂 而且我们呢 第五点 热切地期盼他的再来 我们相信他必要再来 所以我们热切地期盼他的再来 那么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 圣经记载 耶稣在被害之前告诉门徒 他说 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 只等到主的国来到 当然这个主的国来到 是以完全成就的 实现的 完满的国度的来到 所以因此 主餐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是期盼主的再来 那在事实上 早期的教会 因为他们受到流血的逼迫 当时信徒都认为 耶稣基督很快就回来了 替我们伸张公义 替我们消灭仇敌 荣耀地盼望他再来 那很可惜 今天现在教会的公众敬拜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很多已经很少守主餐 甚至有的都不守主餐了 实在在灵里面缺乏了 刚才我们所讲的 这么许多属灵宝贵的 所以受了很大的亏损 所以我们现在的敬拜 崇拜里面呢 主餐就是很久很久 不就是很久才守一次 守一次太可惜了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要重新的去思考 这都是很重要的元素跟结构 第四个福音公众敬拜的结构 就是猜遣 sending 信徒在敬拜 公众敬拜聚集 其实是为了要进入世界 就是为了奉猜遣进入世界 我们聚集的目的是为了被猜遣 可是这个猜遣呢 不论是在西方的教会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东方 我们的这个 特别是华人的教会 华人的教会里面 很多都是被忽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环 很多人以为这个 这一个聚会结束了 就是回到家里面 然后就解散了 甚至就取消了这个sending 这个猜遣的这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其实很重要的 是让神跟人之间 最后的有一个交流 所以有这样的发展 或者省略是非常可惜的 那在这个福音的四则的 敬拜模式里面 这个猜遣的环节是什么呢 事实上就是要创造一段时间 让会众领受 从神而来的恩典 和带着上帝的祝福 上帝说我一定与同在 带着这个神的赐福 带着神同在的应许 回到你的世界去 回到你的生活岗位去 回到你的生活圈子里面去 在那里作为你对神的敬拜 对神的侍奉的延伸 你是带着使命 被拆派回去你自己个人生活的 那为什么要领受神的恩典 然后被拆派回到世界 这是因为要进入世界 在社会上做光做盐 其实是有很多的挑战的 这个很耗损属灵的力量 所以我们需要神 与我们同在的恩典 特地的加恩典给我们 所以有人形容 这个最后的这段时间 是让我们跟神说 Goodbye 再见 因为这个再见 Goodbye 我们英文是Goodbye 其实在1570年开始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Goodbye这个字是从 Good be with thee God be with you 神祝福 愿神与你同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的Goodbye 其实是愿神与你同在 所以是一个祝福的话 那既然敬拜跟奉差遣 就是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被差遣 就像我们被招聚来 是一样的 我们奉差遣 一离开教会 就成为上帝使命当中 所使用的手 使用的脚 使用的声音 成为上帝要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灵社 我们的工作场所 我们的小区里面 被神使用祝福人 服侍人的器皿 那么既然差遣呢 我们明白了 是为了回到世界去服侍 因此呢 就要透过祝福 祝祷 透过祝祷来差遣 说到这个祝祷啊 很多人都误会 以为说这是上会以前的 例行的仪式 让我们带着神的祝福 然后我就回家 过自己幸福美满舒适的生活 而且呢 这个祝祷是给神的子民的 我们曾经去过一个教会 这个传道人上来祝祷 祝福每一个在座的人 包括不幸的人都祝福了 这些都是对祝祷的错误的理解 认知 祝祷是为了让我们 带着基督的爱 和圣灵同在的应许和力量 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和岗位上 去满足神的心意 所以这个祝祷是针对神国度的子民 所以我们说过 不是针对不信主的 是针对已经信主的 神国度的百姓 然后我们就回去活出 与我们刚刚在公众敬拜里面 被charge了 被喂养了 得到爱的信息 得到爱的力量以后 就回去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宣扬福音 让别人被这个福音所吸引 哇 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爱 他被吸引 哇 这个人讲的话 他表现得在困难的环境中 这么有平安 怎么会有那平安呢 他就被福音吸引 然后就来教会 被福音得着 让最后他也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 然后就这样善性的循环 所以敬拜的人 去使万民 做成为敬拜神的人 这个差遣之前 这个祝导 祝导在英文叫 Benediction Benediction Ben这个意思呢 是指好的 非常美好 美善的 美善的 Diction是指话语 所以整个Benediction 就是说 我们领受来自神祝福的话语 神祝福的话语 美善的话语的意思 那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过去可能我们有些 接受的观点需要被更新 祝导 Benediction 不是向神的祷告 祝导被宣读出来的时候 是祝导的这个人 代表神向神的子民 发出祝福 我再讲一次 祷告是向着神的 祝导是向着人的 是代表神向着神的子民 发出的祝福 所以通常祝导的人 他眼睛可以睁开的 双手自然的下垂 那领受祝导的人呢 也可以眼睛睁开 拖起手 凭着信心 接受神 借着他的仆人 所带来的恩典和祝福 是这样子 那么 明白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知道 这个sending 之前的这个祝导的环节呢 对 不是 就是说我领受祝福 让我回去过自己的日子 心想事成 不是的 这个是要激发我们 以宣教士的身份 回到世界去生活 对 那因为在世界上 有很多的引诱试探 我们要求神 给我们恩典 祝福 保护我们 与我们同在 是的 让我们不受试探犯罪 以致我们可以做光作严 一直到我们下次 在这个公众的敬拜 再次彼此相见为止 那真正的这个sending 奉差遣呢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只介绍了一个 一个就是祝导 另外呢 一个是冲锋charge 什么时候是冲锋 什么是charge呢 就像每一次福音大会 要结束的时候 最后的一首歌 王牧师指定的是 基督精兵前进 就是我们这个部队 已经预备好了 要开始带着福音 进到世界了 charge 冲锋 基督精兵前进 那个就是冲锋的意思 所以王牧师安排 我们唱基督精兵 是有他属灵的含义的 那个就是属于sending 奉差遣出去的charge 冲锋的那个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了 这个四则公众敬拜福音的模式 大家还记不记得 召句 召句 神的话 主餐 差遣 差遣 很奇妙的是 整个结构 都是环绕着福音 凸显了被福音来带动敬拜神的 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 每一次教会公众敬拜聚集的时候 我们都很巧妙的 在那里公众的一起叙述福音 宣扬福音 proclaim gospel 重新的呈现福音 inact gospel 从现在在那里演练福音 rehearse福音的内容 这个是整个最重要的 以合乎圣经的福音模式 那么不论唱诗歌 祷告 读经 波饼 讲道 当然我们可以里面有一些加入 一些符合我们教会的特点的元素 但是这个整个结构 基本结构 是不能够丢失的 一定是要以福音为中心的 四个这个结构 对了 在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 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 这个结构的底下 这个公众敬拜 个人与神来相交的过程当中 你就被喂养 你就被激励 你就重新得利 这整个流程包括了 第一个 敬拜者 他是被上帝 在历史当中 在万有当中 他要完成的伟大的使命 一个意象 你被激活了 这个激活字用得非常好 本来死气沉沉的 一来敬拜被激活了 那么在这样子的敬拜的流程 结构里面 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 被赋予天国子民的样式 不错 我们被一个不同于世界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 所塑造 说得好 同时我们得到爱的喂养 这是指我们借着手煮餐 看见神对我们的爱 得到他爱的喂养 我们深知他为我们所牺牲 所流血 然后呢 我们就被天国的主人 拆派出去 给这个世界带去美好的福音 当我们是这样去敬拜 去被拆遣出去的时候 一定借着我们的生活 带给神荣耀 所以请问 我们的公众敬拜 你们教会的公众敬拜 是不是完全以福音 以这样的一个结构 为他的主轴 是不是一个 Gospel inspired worship 是被福音所启发 所带动的这样一个公众敬拜 当我们以福音为公众敬拜的结构 我们其实也就是让神成为敬拜的中心 凸显我们是被这一位爱我们 造我们 救赎我们的主所招聚的 而我们对神 他与我们同在 在发出回应 我们以敬拜来回应他 Amen 此外 福音公众敬拜的结构 是让神的话 在敬拜当中被高举 为什么 你看呢 神的话是贯穿整个敬拜的 你宣招里面有神的话 祷告里面有神的话 信经当然是总结了神的话 然后你唱的歌里面 歌颂神的这个词 也有神的话 读的诗篇当然是神的话 讲道也是神的话 临主餐也是按神的话的吩咐 最后的祝祷 那些祝福好的话 也是来自神的话 所以你看 是把神的话在敬拜中 完全被高举起来 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说过 我们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福音结构 就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那我们说过这个心灵 是耶稣的灵 在真理里面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哪怕我们是在被逼迫的 情况底下 我们不能在公开的一个 正式的崇拜的地点 但是我们在餐厅工厂 三栋自己的家里面 公园里聚集的时候 我们能够与救赎的神相会 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透过圣灵重生 我们是透过祂的灵 来到神的面前 通过圣灵的涌流 涌流出对救赎主的赞美 感恩歌颂和赞美 爱和顺服 所以只有这样子的 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才是合乎神的心意 能够带给神荣耀 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 也就是说 如果环境不允许 就像你讲的 我们可能会在一些 不容易煽动啊 或者是这个餐厅啊 工厂这些 很简陋的地方 甚至随时公园里面 一个角落我们聚集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以心灵和诚实 透过耶稣基督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来敬拜 来带给神荣耀 那么这个福音公众敬拜的 这个模式 非常符合圣经的 因为初期的教会成熟之后的敬拜 也是这样呈现的 在这样的一个 福音公众敬拜的结构底下 福音被表达 福音被高举 那么我们就来反思一下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 特别是有一些以这个后现代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这个敬拜 也许有心或无意 不知道 但是恰恰 恰恰相反的 他们的崇拜是 跟着福音的方向是相反的 比方说有一些地方的公众崇拜呢 就是变成才艺的表演 可能他们有很多专业的这一些音乐家 也不一定是专业的 感觉自娱 自己娱乐自己 变成一个 大家才艺 你有这个才艺 歌唱才艺 我跳舞 大家很高兴 喜闻乐见的活动 那也有一些敬拜呢 其实呢 他是以慕道友为中心的 是要让整个教会总动员 是取悦慕道友 所以敬拜 公众敬拜 慕道友怎么样都OK 甚至敬拜的时候呢 慕道友起来 讲话或出去 他们都觉得 你不要去管慕道友 这个完全是错误的观念 甚至慕道友在小组查经里面 他提出一些意见 你不要反对他 他说错的 你也不要说他错 我也怕他不高兴 他就不来了 所以他们觉得 教会的人数增多 这才是最硬道理 这才是成功 神才会喜悦 神才会祝福 因为你人多了 表示神的祝福 神的同在了 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很多人他们不传讲 真正认罪悔改的真理 这些都是因为 不高举福音 很容易走偏的 而且因为有果效 就认为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其实高举福音的敬拜模式 可以杜绝这种 人本的偏差和错谬 我们一定要明白 认罪悔改 虽然人不愿意听 但是是归向耶稣基督成为 神国度的子民的一个前提 是人的责任 没错 那么神的国 神国度的子民在地上 我们也许会受逼迫 也许会有苦难 甚至有流血为主殉道的都有 是的 在人看来可能是没有过上 幸福的日子 这些人很不幸福 但是最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结局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神的百姓 我们最终的结局 是要永远与神同在 进入新天新地的荣耀里面 这才是最终极的幸福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就好像我们 那个其道文所讲的 最后我们能够在 天国的行列当中 所以整个福音公众敬拜的结构 是聚焦在神 以及神在历史当中伟大的作为 杜绝了假福音 杜绝了灌水的福音的可能性 因为他是以基督 以基督的福音为核心的 要人臣服在神的面前 以他为君王 去讨他的喜悦 去被他拆遣 去满足他的心意 自己呢 被神的话更新 修正 而不是让神来满足我们人自己的心意 那也因为 不管我们现在有很多 可能是对传福音的误解 还有公众敬拜 没有以福音为核心 这样子的结果呢 就是很多弟兄姐妹 他对福音是不清不楚的 甚至很多人在教会敬拜多年 参加聚会 从来没有认罪悔改 归向神 大有人在 也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也很忧心 我们在各地 不管是传讲信息 培训 讲专题 我们都是要把福音 重新的传讲一遍 把认罪悔改 再重新的强调一次 你不要以为人听到认罪悔改 一定都不会有回应的 我们听过很多的弟兄姊妹 听完这个认罪悔改 就回馈 说他们以前真是不明白 所以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 他们很感叹 当初传福音给他们的人 为什么没有把福音讲清楚 以至于自己多年以来 他们自认为是信主的 其实跟这位主没有建立关系 有一个姐妹说 我只是把耶稣当成满足自己 欲望的一个用人而已 这都是对福音不清楚 当然我们公众的敬拜 没有以福音为核心 就会产生很多的偏差 那也有不少人以为 来参加这个公众的敬拜 就是唱诗歌 享受那一个15分钟唱诗歌的时间 或者认为敬拜最重要 就是听到那45分钟 错过唱诗没关系 只要有听到就可以了 事实上这也没有抓住敬拜的主轴 难怪聚会这么多年 仍然没有抓住主的心 也没有奉差遣去活出主的心意的 这个承招这个使命 所以从个人到教会 虽然他可能会有很多的侍奉 很多的program 很多的活动 但始终没有能够满足主的心 带给神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 这以福音为中心的这个结构 这个四则福音的结构 招句话语 主餐 猜浅 它是非常符合圣经的 突出的福音 并且帮助会众被福音所塑造 以神为中心 去追求一个 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 那么我们盼望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四则福音的敬拜模式的结构 能帮助大家去思考 自己教会里面崇拜的方式 是不是有许多需要回归真理的地方 我们也说过了 当然你们可以在这个四则的结构底下 加添你们 属于你们自己教会聚会的风格和内容 求神怜悯更新改变我们 让我们此后的敬拜不突然 不被神所厌恶 能够以基督为中心 以福音来带动我们的敬拜 让神得着他所当得的 佩德的荣耀和颂赞 最后让我们以诗篇一百篇作为结束 我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念 把这个你们改为我们来念 一二三请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我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我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我们祷告 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向你的祈祷 愿这个信息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 圣灵继续不断的教导 引导我们 有需要悔改的悔改 有需要安慰的安慰 有需要得激励的得激励 有需要更新的得更新 愿你在我们个人教会的生活当中 都得着你所当得着的 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这堂专题就到这个地方为止 愿神赐福给你 感谢观看